花莲南区今年一期到座圣药收割之际 却碰上了彩雲台风大雨 让农民很紧张 生怕大雨耽误收割量成灾害 不过另一方面 连续几个月高温干旱 已经让灌溉水源水量锐减 紧接着二期做插秧期 恐怕就无水可灌溉了 因此对于彩雲台风过境 农民的心情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竹叶零星的台风雨 今天一早雨势停歇 农民忙着巡视田区 虽然没有灾害 但是台风雨也打乱了 今年一期做水稻的收割作业 我这个好难讲 因为现在接近要割稻了 如果下雨一直下也不好 因为到此都已经快成熟 如果每天下雨的话会发芽 花莲南区稻米产区农会纷纷表示 今年一期做大丰收 品质产量都有不错的表现 现在云彩台风雨来搅局 遇见第七小部分农民就敢忙着产收 生怕大雨耽误了水稻收割而酿成灾损 还好今天白天雨是烧停 南区水稻产区农会指出 若台风雨就此打住 明天就可以回复收割 机会应该是很大 因为前面割起来的平均割数 大概都有12、3个左右 所以就是一甲地大概都有12万斤到13万斤 所以算是丰收的部分 随道在收割时 最怕就是遇到下雨 此时云彩台风雨虽然来的不是时候 但是农民也不会延 却也暂时缓解了南区连越来的高温干旱 让二骑坐灌溉水稍稍补助了些 到座的插秧会有所注意 还是有 但是我们这里的下的没有很大 所以现在还不确定 我们不像其他地方说下的这么大 只有一点点帮助而已 不是没有帮助 但是如果说只有这一天早上这一场雨而已 之后都不下雨的时候 二骑到座要插秧真的会影响 连续几个月下来的高温 灌溉水源水量锐减 也造成了河东春日部分水稻旱灾 但受害面积不大 一期地区农会总盖室蔡仲汉指出 因为疫情的关系 去年一日期稻米销量开红盘 今年一期做水稻收购价格也为幅提高 让农民在严峻的疫情下也能有个丰收年 记者是玉兰南区综合报导